花蓮县政府农业处今年特别针对了花蓮农村社区 规划好了三部计划 盘点境内休闲农业和农村社区的亮点 统整设计了五条路线的游城 而23号这一天是以海线、多罗满赏金导览、回游吧料理体验等等 暖身安排民众认识花蓮的海洋文化 游城未来将会上架 期盼大力推广花蓮的休闲农业 花蓮幸福农业处今年获水保总局经费补助 特别规划农村社区好三部计划 盘点境内休闲农业和农村社区亮点 规划了五条海路游城 23日上午来到花蓮渔港 由多罗满赏金邀请廖洪基老师 带领民众认识花蓮海洋文化 因为有水保总局的一些补助 那今年特别在花蓮农村社区有一个好散步计划 那在这计划当中我们有盘点了花蓮县境内的一些休闲农业 农村社区的一些亮点 在同整规划为五条游城 目前这条看到的游城是海线 海洋文化跟这个赏金的文化有关的游城 那另外有一条是吉安这个农会所带的一些农事体验的游城 那第三条也有这个纵谷县 这个纵谷相关文化的游城 跟马滩湿地光复地区的一些游城 还有受风修区的一个无障碍的体验游城 那接着这个游城大概会发展有一到三天 未来在大概半年内会有一个上架的这个动作 可以实际的来为花蓮县的这个社区 来像这个台湾或是国际来接轨 来推展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农村的休闲农业 花蓮农村好散步 未来将统整五条路线 包含海线游城 以海洋文化为主体 吉安农事体验游城 重谷县文化游城 马太安光复湿地游城 受风无障碍游城五条路线 发展一到三天的旅游 只盼能将花蓮农村社区的特色 让更多民众认识 并与国际做接轨 记者长帮演 华林师报导